歡迎收看本週的KKBOX 歡迎收看本週的KKBOX 華語心歌周榜 我是Teddy 我是宇宙 為大家播報的是 本週的第十名 是Jerry C跟劉茗湘的 吻別 吻別 我和你吻別 在無人的街 沒錯 讓風 就是這一首經典老歌 這首是一系列經典特條裡面的歌曲 然後什麼是經典特條呢 就是音樂上的經典特條好不好 就是他們其實是找來了 資深的音樂製作人 然後做一個經典老歌的改編 以及找了新生代實力派的歌手 做一個重新的詮釋 就像吻別一樣 他就加入了那個EDM的元素 所以就是吻別聽起來就是 不那麼的抒情 就帶有一點那種 電子電音的感覺 蹦出一點新的不一樣的火花 接下來第九名 是911的黑暗的社會 再來是本週的第八名 林佑嘉的船 接下來第七名是 曾佩慈的《偏愛》 本週的第六名 吳卓妍的《為你我受冷風吹》 這首也是一系列那個 剛剛說的經典特條裡面的歌曲 那他的原唱是林毅蓮 那吳卓妍呢 他是一位澳洲級的華裔歌手 他的唱風就會有一點偏向 美式的R&B的唱唱 那對他可能還不是很認識 好不好我們來看吳卓妍 有話來對我們說唷 嗨 大家好 我是Julia 我今天很開心 我的新歌《為你我受冷風吹》 所以打進了 華語周榜得到第六名 謝謝大家的支持 這首歌是我和Terry老師為了經典特條 這個project來做的 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經典特條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追蹤我的 Instagram和Facebook 因為我會有很多新的作品 馬上要帶給大家來聽的 所以可以去找Julia 吳卓妍在Facebook上面 然後謝謝大家 來 本週的第五名是 那對夫妻的 那對夫妻 恭喜那對夫妻的 那對夫妻 一個繞口令的概念 對 好 再來是本週的第四名 陳啟珍的 我喜歡向你許的內心活動 接下來第三名是 盧廣仲的 本週的第二名是 盛潔石 盛少 嘟嘟一起唱的 真的不想嘴 盛潔石這時候也有話來跟我們說 哈囉大家好 我是益石 大家好 我是盧嘟嘟 我們現在第二名 第二名了 那不然那 周星哲我記得了 周星哲我記得了 剛剛厲害 沒有 因為他真的很厲害 就這句話把我剪掉 然後我就說我記得 然後 害我 想害我 預告就是剪這個 這首歌是他第一次 進入音式唱 這我第一次 所以他其實超緊張 他聲音 其實大家可以聽得到 會有一點點 緊張 緊緊的 然後是不是有一點卡牌 沒有 沒有 有一點點 沒有 那是我個人的特色 他可能是修掉了 聽得滿好的 聽得滿好的 這個後製詩不錯 不是 是我本來就 就是唱得不是那麼好 所以需要他們的幫忙 沒有 沒有啦 不要這樣講 然後 你現在就是要讓我 沒有台階下就對了 有啊 還是我們要去旁邊唱 不好意思 可以不先聽 先不先聽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 在拍MV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要拍MV 常常大量的吵架的畫面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就想說 不然就真的來吵一下好了 真的 就拿一些生活的瑣事來吵 因為我不是 我不太會演戲 所以就是他 他就是一直激怒我 用現實生活中的一些 不會 你演得很好 沒有 那是真的好不好 我已經腦掉了 在吵架的時候 後來已經忘記自己在演戲了 對 一直真的 是真的在吵架 因為在拍他的特寫嘛 然後我覺得在旁邊 怎樣 之前 什麼的 平常不是很囂張嗎 所以什麼嘴啊 大聲啊 怎樣 不夠兇啊 我就一直激怒他 然後他就真的生氣這樣子 對 那後來我也跟他講 沒有 沒有 他就是在私人恩怨在演戲 我 好有一點 根本就不會再接你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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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很有望 再打入自己的法師 有否再跟我們說一張首歌 呃 怎麼可以我不知道 但是這首歌其實是一個有趣的歌 它其實就是一個畢業歌 但是我不想要像遺忘一樣 那麼悲傷 那麼感傷的感覺這樣子 我希望來一點不一樣的 就是 我主要是要反風一點就是 其實畢了業之後 其實有時候 真的不太會再見了啦 就是 不要想那麼多 然後尤其是那種寫那種勿忘我的 然後寫那種百事可樂什麼 寫那個 寫越多祝福的話 的人越不會見面 就是 因為我自己是切認知痛 就是走在路上 然後跟就是以前的同學 就是有見到面 然後後來 欸嗨 然後他就 欸 哈囉 他不記不得我是誰 他是誰 不知道你是誰 不是因為那是畢業後的事情 那已經不是現在近代的事情 但是我一直根根於懷間 他就是一個很會記仇的人 你有發現嗎 不是 我那個同學他真的就是一邊哭喔 然後一邊舉起有沒有 然後就是誤誤我怎麼 欸然後說 我們真的要再約會出來喔 我們真的要再 我記得這句話 所以我真的有約他 他就真的還真的說他太忙沒事沒空 對 那就真的 你那個話留下來 那如果他現在真的約你 不然會很難聊喔 我覺得如果說是同學會 我就覺得OK 但如果私底下的話 對不起我自己也很忙 那如果 雖然跟同學的緣分好像有點淡 可是MV裡面找了很多好朋友來看 欸對 哇 這真的太酷了 其實是很散步的 其實因為我們YouTuber們有一個群組 OK然後這個群組呢 他就在裡面辦了一個活動 就是投票 就是他那個群組裡面他是可以投票的 然後我就說聖結石幾月幾號有一個MV 請問大家有沒有空來參加 然後大家就可以選擇投票 或是沒辦法 很罕見的竟然 多數人全部都按投票 然後高達20位 真的數數人 的知名網紅要來參加我的客串 我的演員 我就嚇到 然後我覺得我後來當天 我原本沒有什麼感覺 我當天拍的時候 我這樣一人光過頭 真的覺得 哇 Youtube界的終極一般 真的 真的 哇太酷了 這可能是2017年就是Youtube界就是 最酷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好興奮 然後那天因為拍攝一整天嘛 還真的有一種就是 大家都是同學 然後真的一起畢業的 就是重新體驗一次畢業典禮的那個流程 對 然後最後在走的時候 真的有幾位就跟我說 真的 不要 不忘我什麼 其實就是想要創作一些有趣的歌曲 那希望大家就是 聽一聽之後就是 覺得亡耳一笑 那很感謝大家就是有 不斷的重複的在播放這首歌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本週第一名 周星哲 永不失聯的愛 恭喜 最重要的是 他將會在年底 從台北開始引爆 全新的大型世界巡迴演唱會 一定要跟 一定要跟 必須去聽一下 好不好希望我們到時候可以 Follow到他的演唱會的資訊 大家拭目以待好不好 沒錯所以呢如果喜歡 周星哲的歌迷好不好 就是期待一下他的演唱會 恭喜以上巡迷的歌手 下週請繼續鎖定我們的 KKBOX華語新歌作榜 拜拜下週見